8月23号,白玉民香港青年齐聚成都,前往成都武侯区青年创业园了解成都创业环境,以及到武侯词感受三国文化。 据悉,这也是2019四海一家穿港同行交流活动系列活动之一。 上午9点,香港青年交流团来到成都武侯区青年创业园。 在成都创业青年代表的讲解下,香港青年交流团深入创业园区,了解政府提供给创业青年的扶持政策,以及创业青年取得的成果。 香港青年交流团成员黎振东表示,香港和成都的创业环境很相似,穿港两地应该加强在创新创业合作方面的交流。 我觉得香港和这里都是很相似的,因为他们都在共同的努力,政府都给很多的基金去推动文化创业,还有创新的活动,都是很多元化的。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,还有往后的日子,我觉得香港可以跟四川一起去努力,一起去交流,了解大家的不足。 在最近,香港发生的示威游行和暴力冲突中,出现了不少香港青年的身影,他们中有不少人是受乱港分子蛊惑、煽动而走上街头。 今年17岁的香港女孩小张,希望这些迷途中的香港青年,能够多和内地青年交流,来纠正错误的认知。 太过冲动了,我觉得可以用沟通,互相了解,互相明白,不用这样冲出去,然后破坏环境,或者误伤别人,这些是不太好的行为。 对三国文化很感兴趣的香港青年黄韵泽,来到成都武侯词很是兴奋。 他告诉记者,他对三国文化的了解都来自于书本,这次能来到四川实地感受三国文化,让他有了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。 这次来那个武侯词,我可以了解到了就是,比如说初词表中所提到的费义董勇等人,他们如何,就是如果有贤能,然后现在才知道他们是,他们这些文官,在那个蜀汉后期的时候,其实为他们出了很多的力。 然而蜀汉后期还是人才非常匮乏,然后这些都是以前所没有了解到的。 记忆,除了四海一家穿港同行成都行活动外,香港青年们还将前往德阳、绵阳、梅山和广安等城市开展参观交流,在体验四川文化的过程中,探索穿港合作的机遇,促进两地青年交流。 因为香港青年,我觉得对内陆有或多或少的一些偏见,所以说我们多进行这些交流团活动,可能会了解到内陆的发展以及内陆的政策。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。